20日本来是吴宗姓的儿子陆西派,本名吴瑞轩的新专辑发布会,没想到却也成了他退出娱乐圈的记者会,出道仅23天,起因是吴瑞轩于19日,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动态, 扬言女友生病若没好起来,旧诈台北市政府,图问吴瑞轩与女友儿人疑似在医院后诊,图上放肆的配文,立即引发轩然大波,但晚八十许,吴瑞轩便遭警方约谈,警方也对记者声明,吴瑞轩的言论,已涉嫌台湾地区法律中的恐吓公众罪,但吴瑞轩坚称所发言论只是玩笑,表示该文是发在未公开的群组内, 没想过会被人公布,更没有在台北市政府的动机,目前,吴瑞轩也于Facebook上发文解释并道歉,趁公众人物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不过,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, 在评论区东批吴瑞轩,身为吴宗宪之子,却是个低情商,肆无忌惮的人,甚至直言,没有你爸的光环你屁都不是,个人专集才刚烧现不久,吴瑞轩的演艺生涯,却因一番吴瑞轩之言遭到了打击。 20日,吴宗宪携吴瑞轩出席综艺大热门记者会,原本是为庆祝吴瑞轩出道发片,吴宗宪却狠心断送儿子心徒,在现场痛批吴瑞轩,演艺圈不需要你这种咖,差不了你一个人,你能见不需要你这样的人,面对儿子在网上口不择言统书的搂子, 吴宗宪作为德高望重的综艺老大哥,并没有选择包庇或开拓,而是在现场大方接受批评,甚至怒气冲滚的亲自上阵批评,直言,你最大的亮点就是你爸是吴宗宪,你神气什么? 对比其他新二代父母的作为,吴宗宪此只收获了网友的不少点赞,另一边,在宠义式教育大行其道的当今,父母尤其是明星该如何教育 女子女的问题,也再次引发了众人思考,今年四月,另一明星二代,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,但其父母的处理方式却截然相反,明星夫妇敌英,孙鹏的儿子孙安佐,在美国阴阳言五月一日别来学校,因为我要进行枪击,而被警方拘留。 4月2日,警方在孙安佐的住宿家庭,搜出1600多发子弹,包括425发攻击性步枪AK-47的子弹。 事后,其父母不仅没有教育孙安佐,迪英还成,儿子非常善良,并没有容易,只是跟同学开玩笑而已。 据悉,为满足儿子打板的爱好,迪英和孙鹏每次去美国前,都会网购买好子弹在神兽背给孙安佐。 但他们在满足孩子的要求时,却没有想过孩子的要求是否合理,是否会造成严重后果,一味的纵容最终酿成悲剧。 迪英孙鹏夫妇的做法,和吴宗献这次的处理和教育方式相比,高下律判,作为此次风波的主人公,吴瑞轩在父亲发言完毕后,也亲自向记者及大众解释,并两度居功致歉。 不过,也有网友发现,就在吴宗献与众心肠的骂道吴,宗献的儿子怎么会是一个全大脑的时候,站在一旁的吴瑞轩,竟然没憋住笑了出来。 此举也让不少网友认为是不够严肃,成熟的表现,没心没肺,情上低,真实力坑爹,不管怎样,吴瑞轩作为一个一成年的公民,真的此事已公开表示,将接受一切批评和惩罚。 至于接下来的演艺道路该怎么走,还是得看他自己了,今年19岁,的吴瑞轩,是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在读学生,主修钢琴。 本来想趁着暑假回台湾勇与传歌谈,没想到名气还没打响,演艺生涯就面临危机。 说到吴瑞轩的音乐,作为父亲的吴宗献,对他可莫少三陪提携。 就在上个月28日,吴宗献首次赛台为小巨蛋开唱时,还特地邀请儿子吴瑞轩以新人路西派的身份连边三首歌,惹得众人纷纷猜测该神秘新人究竟是何许人也。 这宣传力度刚刚大,除了自己的亲儿子也是没谁了,而吴宗献作为当年会挖掘周杰伦的人,也难免会将自己的儿子与周杰伦相比较。 早前参加综艺时,吴宗献就肯透露儿子的钢琴弹奏很出色,封米校内,甚至还说儿子弹琴弹得比周杰伦好。 在他看来,与同样年纪相比的话,吴瑞轩已比周杰伦超越很多,周杰伦,喵喵喵,嗯,假若吴瑞轩真如其父所说是快可诉之才,被此次风波耽误前程,也实在是可惜啊。 目前,针对吴瑞轩是否退圈的事宜,七场,骗公司滚石移动方表示,专辑刚推出不久,还没开始正式走起轩,一切都跟着经纪公司的安排,滚石移动不会单方面终止合作。 吴宗献面对记者追问时也态度暧昧地表示,时间会证明的了,不管怎样,希望吴瑞轩无论以什么身份,走向人生下的争承。 都能在学会努力他诗,谦虚为人的基础上,再交出一份属于他自己,而不是借助其父亲光华的答卷吧。 最后,游乐军也要提醒大家,不管是公众人物,还是如你我这样网上冲浪的普通人,都记得要理智谨慎的发言,以防对社会及公众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和危害我。 转文,A媒编辑,王英基飞安的面词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和声明,本来自腾认误论。 感谢观看